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讲约翰遗书 我们基督徒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吸引木道友 来相信我们的主呢? 也许在教会我们会办一些 兴趣的小组 会登山旅游 或是有一些特别的讲座 这些都非常的好 都能够来吸引木道友 可是有一个是最能够 来吸引木道友的是什么方式呢? 那就是当木道友看到我们 基督徒、神的儿女 能够彼此的相爱 当他们看到我们彼此相爱 那这个就是最能够吸引他们 来认识我们的上帝 今天的专题是 爱得以完全 经文在约翰遗书的第四章 16到49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神找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 能够像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一样 罗马书8章29节这样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 弟兄中做长子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让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榜样 神要我们的生命 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 那上帝的生命 一个特质就是 上帝是爱 所以神也希望我们的生命 里面有像耶稣基督 那样子的爱 那我们的爱 真的是能够像耶稣基督 那样子的爱吗 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若是住在他的爱的里面呢 那我们的爱就能够得以完全 那什么叫做住在他的爱里呢 住在他的爱里可以用两方面来解释 一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 有神的爱 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 我们就会模仿这样子的爱 这个爱就是神的爱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本身就是爱 他爱我们 我们也会被上帝耶稣基督的爱所影响 所以无论是在教会里 神的家庭里面的爱呢 或者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 我们的心会被神来感化 我们里面的那一颗爱呢 也会慢慢慢慢的成长 慢慢慢慢的被神所挑起 到一个程度 我们的爱就能够得以完全 在约翰福音第15章 那边讲到耶稣是葡萄树 而我们呢是自子 那我们都要与上帝连结在一起 当我们与上帝连结在一起 我们生命就能够结出果子 我们就能够有那个上帝的爱 4章17节这样说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这里讲到我们的爱得以完全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在审判的日子 我们就坦然无惧了 英文翻译成就有胆量了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是有胆量的 我们不惧怕 就如罗马书第8章1节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被定罪了 希伯来书第4章16节 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具体 来到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 我们里面有那一颗爱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会有胆怯的 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胆怯 我们很乐意 我们很高兴来见主的面 第4章18节 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挪去 因为惧怕里还有刑罚 我们知道惧怕有两种 一种是对神的敬畏 好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另外一种惧怕是当我们犯罪 我们会惧怕 惧怕本身有刑罚 因为当人惧怕的时候 他会感到非常的罪恶 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刑罚 而我们在主的爱里 我们得爱得以完全 我们就没有惧怕 感谢赞美主 神的心意 要我们的爱得以完全 借着耶稣基督 他爱我们 借着在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彼此相爱 在我们里面的那一颗爱的心 能够得以完全 这都是神的恩典 愿主赐福大家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